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动漫足球英格兰联赛回顾 如果有留意我们的频道之前 那个就叫做进攻足球 那段Jane Traylor就出了 也有很多人看过 也都跟Keng那段话说 怎会是最后一集 现在变成连链 是连链 现在我做连链 敏心说如果你叫我跟李sir以前这样的密度做 就真的不可能 真是辛苦 我们曾经去过另一个频道去做 将一个星期两集变为一集 原来发现也很辛苦 不如大家纯粹联谊玩 就做一些年假回顾 这样就会好些 兼资料性的东西可以放久一点 就没有那些一周时事 那些节目就放久一点 甚至玩多久一点 玩中间段 玩多久一点 大家到时夹时间 大家说季中现在怎样情况 第一季一循环之后 但讲一点点题外话 李sir 我和William去剪片的时候 发现很过瘾 你和KK很有火化 你们这些对话 最后的片段是三分钟 那William剪了一分钟 我发现全部的 gag位都是 KK和李sir两个 接受很快 两个互片那时是很好笑的 但是不能出竹竹 其实可能是两个的年纪 都稍微接近 见到的东西 没关系 你们两个是很有气味 和一个幽默的化学状的 有些我剪了 有些我给原先那些还好笑的 那去到这里 影格能时段 这个回顾我就会分开四节左右 车较少少少 冠军队我们会集中讲久一点 就多给一节 就独立讲车路士 然后就将会是港义次 到去曼联又或者沃华顿 然后在修咸顿 和至到史督城之间 就会再是一节 然后户级区也是最后一节 我大概会分开这四节里讲 先讲讲这个车路士 我有一件事真的要先讲的 我看那个 大家我做这个回顾之前 我幻想着 我会不会讲这一节 是讲着商鸟冠军呢 车路士是 因为我对今年的车路士 是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 哇 怎样都会看到我火都来了 这队波 我启示他踢完这场球之后 那些球员心态 这队车路士呢 我讲决赛那一队 就是去年那队 车路士的确是双鸟冠军 你是打算上三条冠冠冠 但是 那队是猪总盃 捉中杯决赛 是失望的,大家都会失望的 输我不觉得是怎样的问题 而是出场是这样的 也不像冠军队 但雷斯不应该这样 是,真的 是怎样的 我觉得不止他 有三几个球员很明显看到他 好像经常说他买到一件好东西 在里斯特城那些 那场球直接走光了 最后那场球真的走光了 但球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 没有的 因为应该一定有增性的心态 不可能啊,大哥 畢竟说才好 他觉得没什么影响 这个杯赢也不知道 不可能是不可能 坊间也在谈论中 就开几六个球 作为你曾经的也是球证 那球球做了一个最终的判断 好吗? 应不应该守球? 其实争论点是应不应该守球 不是应不应该越位 是应不应该越位的问题 其实在球证的角度来说 他无法挑战助理裁判 比于为球的 因为他在位置一定比你好 我相信一定就是说 他回去问他究竟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可能他会说 轻薄没事 他的位置接近 他要相信自己 他没理由相信 我觉得余瑞也好 轻薄也好 一球就被人打沉 还有蓝丝那球的位置 很丑怪 真的很丑怪 没有了 空了 真的空到他如入无人之境 顶入那个球 完全是异谱的 可以用过分去形容 那个球完全是 我刚才想说蓝丝是第一球的时候 那个情况 他没有参与那个攻势 他空了 但他的重点就是 他没有碰到球 所以球证就觉得这一刻 因为旁证那时弗了旗 事业还越位 但是球证 那刻球证是做得好 看到他没有碰到球 就不吹了 因为他自己包办债 所以他也会担心 对 对 这个球证不输了 不过等一段时间 说回这场决赛 因为我们这一节 是说车浩市 那各位当囊 如果这一届车浩市 拿冠军 是不是大家预测之中 不如你先说 我当然不是 你不是的 不是 你听到上年那集就知道 潘文 潘文 其实你照上一季的 走出来看 其实不会觉得 不会想到干地的作用是这么大 就是这么厉害 一个异地的领队来到 没想到他的效力这么大 一个新领队首任 永远在英超联中 很少即刻拿到冠军 都好像球员那样 要适应 其实季初来说 我又不会觉得他拿冠军 他要入三格 我绝对不会发怀 反而有些朋友说 去到打了三分一赌赛 你会感觉到他拿的机会很大 因为相对其他对手 那些问题太明显了 有其他赛事要应付 他独孤一比 但是不是意大利式的方式 足球节奏 开始慢慢变了 英超一臭效 原来 其实你揭回历史去看 其实就说 就算说回车球史之前 米尼亚里的时代 去到里斯特城 其实一直 甚至以往有 维埃里也好 很多意大利的教练 都不错的成绩 其实意大利的风格 踢球是有他独特的地方 你看看 不要说他本身是意大利球队 在那个情况下 不太多 祖云达斯 去到去年 或者去到欧联某一个程度 你会觉得他们的教练 他的部署 或者是个心思 想事情 你说得非常对 李Sir 如果翻查之意 除了前一届的车路士 摩连牢之外 再前一届是文仙尼 其實以大利教练 近这几季英超联的赛事 是得到一个不俗的成绩 以冠军计 意大利教头的成绩是多理想的 就算不要说拿冠军不拿冠军 当年雲利亚教车路士的时候都不是 甚至乎再早点有很多维埃利的年代去做的都不错 当然就是说那时候可能未必拿到冠军 但相对你看看那时候车路士的年代 人脚与现在的资金都不同了 但今季他们后来就改了三后位 就扔低了以前意大利的方式 我们一直都觉得那种方式四个 甚至五个 但是这样他变成全工营 但是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作用 但他经常都说车路士我是第一个用三 要李sir再解释一次 就是三个后位其实是一种数字的东西 不如你解释三个后位和四个后位有分别 四个后位你比较容易清晰些 左有两边有防守球员 中间那两个中间 或者你可能互相包抄 平衡的情况 但如果打三个后位你要很厉害的 你的判断力和技术上 无难都要耗 稍一不利的 很简单 他输给阿仙奴就是 别人的强势 一浪会就立即出现了 立即出现了 就是三个后位的问题 其实有时是基本上问的 因为如果三个后位你前面 如果你放五个的话 其实你三个后位就等于五个后位 你两边一落在里面五个 其实有时防守力是没有减退 不是打机的情况是三四三的 数字上 有些人其实有很多人 一种叫做 俗语叫潮流阵式 有些人以为是 在现今放三个后位赢球的 机会比较大 其实是错的 是因应那个 环境而作出一个 策略上的调配 没错 你因应自己的手头上的球员 有些什么质素的球员 有什么质素的球员 以及对手的情况 譬如我当年大队的时候 我以前都发觉 打四四四二 四四二的我都要考虑 对手的情况 我后面那四个 可以改变一些东西 如果对手都是单一个前锋 我不需要两个很高大的中坚去认态 一个反围可以 用一个在小一点 但包抄类型的 你是怎样 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这个三五二 正正就是 要是一个转捩点 他一转了三五二 其实 不要说成绩 其实有些球员都被他活化了 是活化了 譬如是摩西斯 就是你由他出道到现在 他都好像找不到一个对他踢的位置 就是踢右翼又好像 不是太好技术 不要就脚 不要就脚 但他踢了这个三五二之后 就正正发挥到他 又体力又强 又厉害 又年轻 又速度又快 他不需要做一些重心的东西 可能他是在那里做波及波及波及 那会不会他变得好 因为他去到如果要打右翼的时候 他又未到出个球好优势 又未到好像 好像诺斌 那些可以 或者 或者 尾斯打了去鞭 然后射球 也不行 所以去到这个 你又不是重心 总之我又有机会做工 又会缩回 利用他自己的体能 缩回来防守 很简单 如果我的意见来说 就是因为他有跑上跑下的时间 如果他长时间 他是在前场做参与进攻的 那其实出那个一定不是摩西斯 出那个一定是为你的 对不对 因为你一个人 不是只是落底线的 你会有中间试进去 如果有长时间 你要面对对手的后卫的阵 你一定要有一个突破能力高的球员 因为他有三个后卫 因为你除了三个后卫 刚才你才说了 三个后卫的控球技术 包抄意识 防守性 有很多东西都要求是高的 控球能力也要高 同样的东西 防守空域也要计算 因为你只有三个后卫 有一个缺口 你受不了高球 是不是 泰力是输什么呢 不是没有那几样特点 是速度 因为你的范畜范围大了 所以他想出埃斯贝尼古达 没错 没错 有些人都说 他的技术没有泰力那么好 为什么不出泰力 就是这个问题 位置都不够 是的 位置都不好 因为气力都是一个计算的一环 三个后卫里面 是的 你很多东西要因应很多东西 你很简单 祖云达斯打什么 四个后卫 嗯 他是不是就四个在后面呢 是 你又不觉得 他觉得左后卫 不是左后卫 那边好像也会经常上去的 嗯 或者中间哪个都经常上去的 那你的问题就是 他总四个的时候 他哪一个上的 哪个回来的 高的时候你要上去的 就是你要做 但是你三个的时候 你是很难的 你有很难 你稍微不敢谷腔一点 但是你要利用中间 中场那两側的 回来或者怎么样 或者你安排 但是如果你打三四三 好像车号士那样 就糟了 所以一对对手一强攻的时候 他不够中场不够 嗯 因为缩不到人下来 马达下来就好了 简迪就不会下来的了 他不会很缩到下去 好了 现在马达已经打了上面的位 他不熟习 缩回来 所以就错留百出 嗯 嗯 李sir 你说起中场的位 那我又再说一件事 其实车号士的阵容上 的变动不会多 去年是打到中下游位置 今年只是加了一个简迪 你才特色的 整队波就说拿冠军了 有没有那么紧要 真是厉害 简迪是作用我 我觉得是大的 但是你很诡异的 十队波就很喜欢翻查 你那些仓巴 嗯 其实有一件事 他拿冠军 就是很多 很多 配合到他的 第一他不用去应付 一些国际赛事 是 可以足够时间去 专注本土 专注本土去打 伤患又 你那些又要因应 是这样 就是他变了运 那个阵式可以很 很稳定 如果不是你很简单 法吉巴斯那些 都不能踢 是 踢十分 十几分钟 卫尼安都少了 你会看到 其实不是他 他们好 而是 我根本不用用 但卫尼安是不差的 没办 真的不差 但是越踢 他实球都入很多 但是不知为什么 越踢就越少 有些球员是需要 比赛就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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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些事情 以及这次是马迪搭简迪 对 对 以前简迪未来到的时候 马迪的作用就很大 就是他负责了所有东西 就是串链 防售 对 但简迪来了之后 马迪就好像没什么用的 没什么用 不要紧 沒有什麼用,但他現在,譬如那場球,你看到簡迪失色了 立刻死了,他的球員,所以馬迪是不夠級數的 不會說,咦,他不行,我會馬上回他的東西 他做不到,教練叫我做那些東西 因為他只是一個背堅 我做完我的東西,他沒有做多的東西 他能力也做不到,因為他不是傷害其中一核 他只是硬件,馬迪本身只能夠幫助現主體 你叫我做駁腳,那就駁腳 你叫我做攔志,他主要都是防衷 但以往他是很依賴他,做駁腳 他最慘的事情,就算做防衷 其實比別人抽證的話,就算防衷站位的意識也很差 脫掉的位置也多 基本上不是那麼高的 對 碰到一個老的法比加斯,就搶了法比加斯的位置 如果法比加斯早幾年,你不能搶法比加斯 搶到一個比加斯剛打 就是交給曾和達 就是交給了將和達 战術很簡單 所以來到這裡的層次高了 他做了很多 他擁有很多機會 他擁有過的時候 他擁有過頭 其實不一定是他會擁有的 中間的球員不行 好像去想李斯特城,你搞那麼多? 難道你叫華底好像... 像戈斯達那些孤無,快得快就啪 也不會像祖雲達斯、孔定打到掛那些,沒有那些出現 你會覺得他不太能夠給你腳球 現在他犯了很多,他可以做 因為可以玩那些飯,以前不是 我讀過一尾就放進去,華底就搞定 那套路有時候是多很多飯 你會覺得他比馬達好 甚至乎他覺得他比法比加斯好 因為他年紀年輕很多,活動化就大 還有他簡單的比法比加斯的速度快 他沒有那麼多迂迴的東西,不是簡單的 他比,他會派到牌,我比哪裏,比哪裏 但發比馬達斯有很多時候,我再搞兩樣東西 他要求就不覺得好 踢球是講迅速的 那一刻,就像電視廣布說那樣 時間沒有了,你等等就沒有了 各位拍檔,就說回今季的整體表演 其實一開局的時候,其實崔浩士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很平穩的開局 不差,直到已經像大家所說 當聯賽進行了四分之一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緊守著前列至到五尾 很坦白說,他拿這個冠軍的說服力是無可置疑的 第十二週開始? 第十二週開始,他已經是坐位坐到三十八週 他應該是誇張過前幾年的萬成 還是,都算是一個很平穩的 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 你看得到,就是因為他單純沒有其他添付 你看熱賜,即是季初都不是那麼好的 是,他永遠都是這樣 不是,永遠都是這樣 他要兼顧其他歐元的賽事 如果他輸了,他都不用理會我乾淨的 是 但是他頭斷失太多 車路士今年是優勝在,就是他可以專心 專心,是 絕對是專心做 所以我為何對他那場粥總盃決賽 因為阿仙奴還要拚最後一場完賽 他怕雲家炒了 明白嗎? 那個陣容最詭異是甚麼呢? 講回粥總盃 我是呆了是甚麼呢? 臨元祥最後一個調動 竟然是換走迪亞哥哥斯淡 我當時真的想 前方換前方換 我覺得那時的反應就是 你是不是想幫人家留下來的 你這個舉動完全沒有 連迪亞哥哥哥斯淡在鏡頭前都呆了 我打少一個追得成一比一平手 你換我走的 就算是輸這場球 都不會選擇換他走 那時我都呆了 連換出來的那個都呆了 那明顯是乾地擔心雲家走 擔心雲家走嗎? 雲家是很大狀的 對下一季的英超亂 你其實看到一樣東西很難 現在是個好處 為下界為免 追回入國一球 都是因為換走馬達 是的 韋利安進來就搞定了 他和迪亞哥哥斯淡一個配合入球 不然也不能入球 不知為何後會換了 但大家會不會覺得 翻山的哈薩達是很貴意的 哈薩達 很明顯老實說 我不欣賞這個球 我絕對不欣賞這個球 他就算怎樣好球 我欣賞他 但那個職業租手 真的不好 他那天都沒有影 我不是車路士的粉絲 但是那一刻 為何我想車路士拿冠軍 我覺得是從一個 我是那一場球 我是車路士 我不是忠實 但是我覺得 很邏輯上 他拿冠軍機會 很應該的 很應該的 因為為什麼 他早已搞定完賽冠軍 而專心部署 最後那一場球 有什麼理由你會輸得 不是 學一下你仇法差 輸不是問題 不是不讓你爆爛 不是這樣的 那一場賽事是 那一場輸法 是不合理的 好像沒得打一樣 對 完全沒得打 一開球 球斷 不算入球的時候 進攻的慾望 對這個杯子的學球 是完全不同的 阿仙奴和車路士 你一開球 你就會看到 咦 阿仙奴的球員 很渴望去贏 很渴望去贏 但你會發覺到 車路士不會傳對球員 有些是球員 贏不贏 沒所謂 足夠 快點收拾 我覺得雖然拿冠軍 但是在下屆車路士的陣容 我覺得要大執 如果你長期養著一群人 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好球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給你一些很差的表現 我覺得跟你放一個炸彈 在家裡沒有分別 看看什麼時候爆 今天 那一陣子是會離開的 那是 應該是快點離開的 如果不是 我不知道這個人想怎樣 數據是厲害的 真的 純粹說打機 打機裡面的數據很厲害 沒錯 但問題是 真實的時候 是他 射擊 不要說射擊 其實那天 他對阿仙奴都不算射擊 一個人 我是說整季 對阿仙奴都不算射擊 但是那天你會看到 雲家是他有部署 你全搞定他 對阿仙奴都不算射擊 他沒有了作用 他是出盡狗猴自虎之力 搞不成 被人全失敗 他唯一威脅你 他就是在拍道那邊 那邊 對阿仙奴都不算射擊 對阿仙奴都不算射擊 這場賽事 你要總結 就是一個下季的部署 這場賽事 很嚴重的 大家思考一下 阿 Ken 那個說話 我多隻腳在那裡 沒錯 這件事對付一點 多隻腳是自己製造出來才是精彩的 不要找一個難劇的腳 對 換一換就麻煩了 他不再找另一個 不知道什麼 那不就麻煩了 那一件來難劇的 但這個 這個 這個就知道了 你用什麼 對 就是你會知道什麼 最好笑就是 做完約之後 竟然說可以了 我們多買三個位置 就可以了 那我已經覺得 哎 江地真厲害 嗯 就算是你 你不要忘記 奧斯爾是走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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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講到這一點來講 那全季表現 就是無可置疑的了 奧共關聯 送數據表現 是直至 是OK的 是最後一場賽事 我們覺得 喂 不合理 交了一個這樣的表現出來 就是 嗯 我覺得 聯賽是OK的 絕對沒有問題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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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整體的陣容 其實也不是影響很大 應該是加 加和換 我當然是加和換 他有幾個他都預料了 不然 迪格格格格斯達走 那我中招 麻煩你了 其實迪格格格斯達 發比加斯 和夏薩達 我覺得這幾個位置需要更換 是的 發比加斯 給我 我就不要了 真的 英雄持武 好像去巴黎 發比加斯 就回去 我就不知道去哪裡 西甲 他不能踢 發甲 發甲 容易一點 中招更容易 現在 買些氣 又可以 因為 絕對哥哥斯達 坊間 傳旅 經常轉會 不是第一次 雖然說 他都很忠心於車路市 如果一個球員 真的那麼忠心 怎麼會傳出風 這麼鬼都扭兩次了 所以我覺得走了 換過第二課 可能 他可能已經在想 我早知道不走了 學我們 他的隊伍最詭異是什麼地方 去年 當摩利奴華走的時候 有一群球員站出來 其實我很不想他走 在那一刻來說 沒有人知道誰是人 誰是鬼 就算不想他走的人 他心未必真的不想把練奴走 是這樣的 所以 基本上 我們自己 如果當一個領隊 面對一群這樣的球員 其實我覺得 最穩陣的是更換 尤其那幾個重心 你才能夠完全 控制到這支球隊 李Sir也 剛剛才 為什麼呢 當你做一個領隊的時候 如果你發覺 你的球員的權力 是開始挑戰你 而大過你 是不應盡快去二選一 要不就我離開 要不就你消失 不可以讓他再繼續下去 在下屆來說 要踢上歐聯的情況之下 以這班人的腳 我覺得不太好 嗯 還有 迪奧高斯達 他原本是欠一隻射手 但他最後的幾場 那兩場 正選都沒有 其實已經預示了 他已經得不到信任 或者球員也不想再中他 其實 得不到信任 那個再其次 而是 在那一刻 都要考慮 我都要試試 未來 這些夠贏的 我找過 看看 會不會 沒有了他 真的這樣打 但是他打下去又贏了 他肯定不要的機會很大 江地一定要收 因為一來奢侈到 可以有輪換的空間 第二 亦都可以測試到一個球員的反應 究竟 我不用你的情況之下 其實江地的心中有數 哪些人要更換 如果我繼續 還肯車路使教的話 是他應該有一個換人的計劃 是的 沒有 原來是他肯定的 聽說 好像是在黃馬買的 對 很聰明 好像是忘記了什麼 那個是後備 來的 到這一節 大家還有沒有補充功 在車路使那裏 沒有啊 沒有啊 我跟他很熟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留待會 我們將會進入歐籍爭霸篇 先這樣說 因為大家 更精彩過護級和渣冠軍 在這幾個位置 這幾個位置 才是今屆英超聯的 叫做什麼 精髓 精髓焦點所在 整個聯賽的 你趕快說趕班區了嗎 趕班區都沒話說 今年趕班區去到第十 三十七週已經決定了 還是逐隊宣佈棄權 所以唯一一樣 打到最後的賣點 就是在第二位 至到第六位 的賽 那個賽 的職位 待會那一節回來 再跟大家 作詳細的分析 待會回來再見